嘉義市有一個市民的開心農場 做了在嘉義大學新民學校 是一個有七間文學的主任農法學校 佔地大家有六百萬 裡面除了有政材的大文學 也還有很多有廟室 以及一間優先兩家的傑舍 透過這種空間開設 是從管理課程 和學生共不同的選項 各位現在可以看到我背後深厚的這整個溫室 這就是我們嘉義大學位於新民校區的新民溫室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暱稱 叫自然農法學園 那另外它有一個小小的綽號 它叫嘉義市民的開心農場 我們這一座新民溫室到目前為止 正式邁入第十二年 我們是在利用十二年的時間 陸陸續續擴充 才有今天這麼大的規模 佔地六百多坪 然後總共有大大小小 不等的七間溫室 坐落在這一座嘉義市的那個都市叢林裡面 那目前我們利用這一座新民溫室 嘉義大學主要做的主要有幾大項 第一個我們搭配市政府 近年兩年來我們在做所謂的 雙語食農教育的推廣活動 第二部分呢 我們主要做的就是所謂的 針對民眾或是學生 想要做簡易的農事體驗的活動 都可以利用我深厚的這個溫室這樣的一個場域 他可以來做一些農事的體驗活動 來清淨土地 那我們溫室跟別的溫室比較不同的是 別的溫室是用手下去搓動 在中苗之前會先用手下去搓動 可是這個的壞處就是我們間距沒有辦法抓好 那我們溫室就是有去請木設系的學長幫我們做這個東西 那他就是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那他的間距都是固定的 所以這樣我們就能快速的去搓動 而且間距可以抓得非常的準 我們現在新民溫室其實有提供兩種的導覽服務 一種是我們的農事體驗 第二個是我們的機舍的位機 以及親近小動物的這些體驗 那這些體驗都是提供給嘉義的市民 以及我們的血統 那大家都可以很自由的來到我們的新民溫室這邊做登記來做報名 我們的大溫室裡面可以讓他們進行我們的育苗體驗 我們旁邊也有育苗師 可以讓他們可以了解到整個植物的生長過程 那這個是我們農事體驗的導覽之一 我們讓他們可以去了解到怎麼種 怎麼種得漂亮怎麼長得好 讓他們知道說什麼時候應該施肥 什麼時候應該抓蟲了 那這些都是在我們這邊可以去對小朋友去做教育的部分 那小朋友也可以透過這些的體驗 直到說我們其實每一餐吃到的飯菜來源 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接著我們也會帶他們到我們的雞汁體驗區 我們這邊都是飼養蛋雞 那我們也不做屠宰 我們全部都是以人道飼養的方式去做運行的 那我們也會對這些學童們去做一些人道飼養雞汁的這些相關的觀念 那我們也可以讓他們了解到說這些雞蛋啊 從母雞從生長到有機蛋 這其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我們會帶他們去了解到每一隻雞汁 他們怎樣才是健康的狀態 他跟我們這些動物福利養出來的雞蛋 他跟市面上那一種集體養殖的蛋雞差在哪裡 我們會讓他們去做明確的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用更健康更好更貼切的動物福利的機制去飼養我們這些友善飼養的蛋雞呢 我們都會讓他們去做充分的了解 然後透過這一些的餵雞服務啊 撿雞蛋的導覽等等 我們就是可以讓這些小朋友可以去了解說 每一個生命其實都是有它的價值存在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一些的農事體驗 這些餵雞的體驗 讓這些小朋友可以了解說 我們的雞蛋來源是非常不容易的 讓他們可以養成這些媳婦 然後把餐餐不勝食的觀念導入他們的家庭裡頭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使用F þ. 5-6-6-7-8- verse